各位好 我是美國簽證與移民法律師 陳啟庚 我代表綠豐法律集團 幫助上千戶家庭 與不同大小的企業 辦理多數 不同種美國移民 與簽證方案 今天 我們來討論 一類型 條約國 非移民簽證 一簽證 有兩種 一萬 是給和美國 大量交易的公司 或投資人 E2 是給到美國投資 但是不一定 由美國和條約國之間 產生大量投資的客戶 通常 我們建議辦理E2 因為兩者的基本條件相似 但是 E2 不需要保持 與美國產生大量交易的要求 E2簽證的基本要求是 申請方是條約國的人民 或是公司 全球有超過50個合格的條約國家 包含台灣 但是並不包括中國或香港 申請人或申請公司 必須投入美國足夠的投資金額 法律並沒有規定最低的投資是多少 但是我們建議 至少美金15萬以上 投資的金額必須已經運用在幫助啟動美國的事業 例如粉刷店面 建造廠房 購買設備與庫存 聘用當地的員工等等 E2申請人或公司必須持有美國公司至少50%的股份 所以是有可能由 國務已經持有40多年的E2歷史 E2簽證並不是個移民簽證 所以它無法直接申請轉綠卡 不像H1工作簽證或L1外派經理簽證 不過只要操作流程與細節能夠掌握 E2的確也是有可能可以申請綠卡 E2條約國簽證適合要來美國投資創業的個人體或企業 同國籍的員工也可以經由E2簽證被外派進入美國工作 每一位E2的員工都必須要有與E2公司或E2老闆 同樣的國籍 所以一間由台灣來美國的公司 可以以E2工作簽證外派台灣國籍的員工到美國的公司 但是無法以E2簽證外派一位英國國籍的員工 這位員工必須要利用其他種工作簽證才能進入美國 除了同樣國籍以外 E2的外派員工必須要是管理階級或是特殊技術人員 這是因為在幫助員工申請E2時 我們必須證明為什麼無法在美國聘用到同樣的人才 E2員工的美國薪資沒有最低標準 但是建議要達到合邏輯性的說法 有管理階級或特殊技術的員工 通常不會以最低薪資在聘用的 E2員工的家庭成員都能同時進入美國 配偶也可以申請到合法工作許可 在美國無限制的求職 但是E2員工只能為自己的雇主服務 不能在外面另外兼職 有關能夠外派多少E2員工 或是必須聘用多少美國職員後才能外派幾位E2員工 法律並沒有硬性的規定 也沒有所謂的秉立 這些完全要看每間公司的需求和不同行業的形態 越是需要特殊技術的 越有可能申請到更多E2員工的簽證 但是如果要申請多位管理人員 那就必須考慮到美國有沒有已經聘用夠多的員工 讓外派的E2管理人員來管理 我們幫助了多數上市公司 跨國企業 傳統產業與不同大小規模的公司辦理E2 接觸過多種不同的案例 能夠幫助您的公司做好短期 中期、中期與長期的外派人力支援和安排 中期、中期,中期的外派人力支援和安排 能夠做好與同 未決的外派人力支援和安排 可以交戶 至兩時、中期、中期的外派人力支援和安排